捍衛任務都是誰在看 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我其实必须承认前三集 我都没有完整的看过 我好像看过三把 可能是在电视上播之类的 然后就顺路把它看完 可是我是个很标准的现代人 标准的意思是 有关于就是我们的那个集中力 注意力的部分 我们的attention span的部分 那我的attention span呢 就是很短 so I have a short attention span 那我即便自己在家看电影 我也可能会 例如说一个半小时的电影 我看了20分钟 休息一下好了 停下来划个手机 喝口水啊 这些上个厕所 然后明天才可以继续看 或者一个礼拜后 再继续看或之类的 所以上次分享过 那个叫什么 妈的多重宇宙 我到现在还没看完 其实有点不好意思 虽然说他yes 赢了奥斯卡 所以我看到这篇报道 我就想说我要做吗 我也蛮少在做一些电影的 除了是我们那个领导演的之外 那个的话我一定做 台湾之光 那但是其他电影 我觉得还好 可是我看到这篇 这个报道 他提到了说 他的去看的观众 都是一些什么什么样的人 我就觉得 这个可以提一下 this is interesting so anyway 我们就这样 把这个报道先看一下下 他其实来自VARIETY这个网站 然后他的重点在讲 他现在是第四部嘛 那他如何的打破他自己的票房的performance 越来越棒越来越棒 that's fine 但是其实这报道 独立下就蛮无聊的 就是一直给你看数字 说真的 就是在吹嘘着这个电影多么的成功 好啦你很屌啦 fine 那当然我们可以学到一些电影方面的一些相关词 像例如说票房 票房叫box office 可以 他这些box office John Wick Chapter 4 crushes franchise record with 73.5 million opening weekend 所以他crush 粉碎掉了他这个 franchise record 所以franchise这个字 也是很常看到的一个字 我们甚至我们的理解为 可以把它讲成大企业 所以说任何的NBA啦 MLB啦 NHL什么的 NFL的球团 球团我们都可以叫它franchise 没问题 那连锁店 也可以叫它franchise 这样子 我应该讲加盟店 可能更好一点点 虽然说连锁也就是连锁 可是连锁店也有可能是直营的嘛 那加盟的我们一般理解为franchise 这样子 那电影 的一个 很多系列的 例如说那个 海客任务啦 或者是 星际大战啦 我们都可以叫它一个movie franchise 只有一部通常就不是 所以要好几部的 所以John Wick已经拍到了第四部了 所以它当然是一个franchise by the way 那捍卫任务的英文片名 叫做John Wick 那 也就是标题 也就是它的电影的名称 跟这个主角名字一样 所以我们也就称为它这个激怒里为严的角色 就是一个titular character titular就是标题的这样子 好 我怕等一下走不到这个字 因为在报道里面也是有就是了 所以它就扮演着这个标题里的这个角色 所以它play这个titular character 那John Wick这个名字我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Wick这个字一般来说W-I-C-K 不是那个脆弱 不是W-E-A-K W-I-C-K就邪恶 所以它这个角色感觉有点斜斜的 名字取得也不错这样子 好 所以它总之就粉碎了它的franchise record 然后总共卖了7300万这样子 7350万 那在它的opening weekend 也就是它的首映周 首映的周末这样子 那首映日你可以叫它opening night 我们通常不叫opening day 因为看电影多半是晚上去看 所以opening night 没问题 好来 来 那我们看一下后面 下面有些值得说的东西是什么 那你知道前面有三个吗 那前三部 它原本的就叫John Wick 它不会在第一部就叫chapter one 要是你拍不出chapter two 不就丢脸了吗 对不对 所以第一部就叫做John Wick 这样子而已 那它说了John Wick 它opened to a modest 14 million in 2014 所以在14年的时候 它才卖了1000多万 结果它的续集John Wick chapter two 所以它在第二集之后就加了一个章节 第二章节chapter two 那它的sequel 所以这个sequel这个字呢 就是续集这样子 那后来也就研发出 研发挺乖乖乖 延伸出另外一个就叫prequel prequel就是前传这样子 所以星际大战拍了很多前传 所以它的sequel chapter two 总共就卖了30.4个billion 所以3000万 to start in 2017 and the third film John Wick chapter three Parabellum previously marked a series high with 56.8 million in 2019 yes 所以它的第三个 installment 我们这个字也应该要讲过 复习一下下 所以它一集一集的 我们有时候就叫它一个一个的 installment 虽然说install这个字一般理解为安装 像安装软体安装软件 install 安装电脑 install 不对 装一台电脑大概不叫install 组一台电脑大概就不会用install这个字 我明白就是 安装软体才会用install这个字 硬体大概不太会 不会吗 我仔细想一想 好像还是可以 不纠结这个 但它的第三部呢 它还加了一个小标题叫做Parabellum 这个字对我来说也蛮深的 插了一下下 这次啊 它反正来自不知道拉丁还是哪一个语言 它的意思其实是prepare for war 准备战争 准备要打仗了 所以那你看了这个你就知道 那已经有第四集了 因为第三集是在准备打仗 第四集就打起来了 所以prepare for war Parabellum这个字 那先前呢 它就是这三部里面 目前就先前的三部里 最高的总卖了5000多亿这样 5600万 那5000多亿我讲错了 5600万 好然后呢 现在这个Junk Week Chapter 4出现了 那在它的这一个 在71个市场里 OK 那在71个市场 就是它都有 首应会的这个地方 那它总共卖了64 million 哇 这相当了不起 6000多万去了 so at the international box office 它讲的是国际的票房 Junk Week took in 64 million debuting at number one in each of the 71 markets where it opened 这debut 出登场 也就可以想象的确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首应 这样子 其实电影首应 可以用premiere premiere这个字 应该点成premiere 还是premiere 这我要查一下下 因为两个发音 premiere跟premiere 好我现在先不纠结这个 但总之它的global tally tally就总数 所以它这个总数到了137个million 也就是已经破亿了 137.5 million 好可怕 它总共花了1亿来去拍出来 so it cost more than 100 million to produce 所以总共花了1亿拍出来 超过1亿 结果它在第一个中午就已经回收了 就已经卖了1亿多了这样子 giving it the highest price tag in the series 所以它这个拍起来是最贵的 好可是ticket sale已经证明 这些额外的这些投资 拍下去的成本是值得的 so but ticket sales are already proving the extra coinage was worth it 所以ticket sales没问题 好票房 已经开始证明了 这额外的extra coinage 很有趣的一个字 coin这个字是钱币 那它把它变成另外一个 笼统定的名词 coinage 所以你额外的这些 coinage是值得的 was worth it cool all right 好然后呢我们再往下看 就是我们在讲的 到底是谁来看这个电影的 所以即便在2小时49分钟 这么长的时间里 一个片长 audience呢也都是非常的觉得 好棒哦 毫无冷场 so even at 2 hours and 49 minutes audiences were high on the R-rated John Wick chapter 4 所以观众都非常的情绪高 they were high on什么东西这样子 which earned a coveted A cinema score 所以它赢到了一个A等级的一个评价 那这个coveted 这个还是高中曾经考过的字 covet 所以被大家所渴望的 叫做这个东西就是被大家给covet 所以不是cover哦 c-o-v-e-t 那多半是被动的 所以像诺贝尔奖是大家都渴望得到的一个奖 奥斯卡奖是大家都渴望得到的一个奖 被大家流着口水的令人垂眼的这样子 so什么什么东西是一个coveted something coveted prize coveted award之类的 所以他认了一个coveted A cinema score coo 那the film's opening weekend audience was 69% male whirl 70% were over the age of 25 所以总共有高达69%的观众的男性这样子 所以到底谁在看男生不来内 啪啪啪大家打去 那还有呢 就是总共超过了70%是25岁以上的 所以虽然说这个rated R 那我们讲说这个电影是rated R 也就是mature audience 所以是成年才能看的 但如果把这个放在 那个名词前面变形容词的时候 会变成R rated 所以这是一个蛮特殊的变化这样子 一般来说我们这一种变成复合形容词 它不一定会调换 那它这里是会的这样子 so the R rated film 那这边就有看到 right The R rated John Wick 你看 似乎R得大写 你把它大写好了这样 好所以 就好这个电影大概讲解到这也差不多了 都是谁在看 都是男生在看 废话 你会觉得 干好clickbitty 你骗文件来看 什么都没得到 就只是看到一堆数字而已 也没有啦 不要这样想啦 我们看到一些也是绳子 希望box office 然后你要是跟我一样 无法专注做一件事做太久的话 You have short attention span OK I have it I don't know if you do 那电影的这个 很多的 好几集接在一起的 这种什么 还有什么 Lord of the Rings也是啊 对不对 魔界三部曲 Franchise OK Movie Franchise Titular Character 所以电影名字叫John Wick 里面的主角也叫John Wick 所以它就是title 这样子 Sequel Prequel 今天复习一下下 那每一部都是每一部 Installment 这个Installment也可以用在游戏里 因为你知道很多游戏也是出好几代 那每一代都是每一个Installment 这样子 Parabellum Prepare for war 这是第三集 John Wick Chapter 3的一个片名 这样子 那最后大家都很希望能够得到 电影得到好评价 或之类的 Covet it 这样 好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